新聞一起頭,我們來關心到天氣 南部鄉親可能早上起來都會覺得這個河怎麼會落到河 受到這個方面影響,南部今天會知道都邀請你落大河 其中屏東的檔崗,這個落河已經超過旁邊河的標準 起上橋是提起,這個河會落到百日 報報山區可能穩的都會落大河,請來鄉親一定要注意 受到地理方面影響,加上西南風情的王 南部地區今天沒有山區落大河 連旁邊都有一頓一頓的大河,起上橋提起,大河也落到百日 今天呢,警戒的區域在台灣的中南部地區 還有東南部地區會有豪雨發生的機率 那北部的山區,東北部山區以及東部山區 也有大雨發生的機率 其中屏東的檔崗,落河量已經超過130河米的河河標準 貴雄館鳳山到台東高修亞設計超過120河米的河量 就北部地區儘管天氣也是黑暗,不過河已經比較少了 今天跟昨天的差別是 昨天是有一個低氣壓併入到美以封面裡頭 所以造成對流更為旺盛 那今天主要還是受到滋流封面的影響 那滋流封面呢,今天在南部地區所帶來的上升氣流 還有符合作用是最強的 其中屏有車的白衣方面 就這樣算到百層海峽 好會比較累的一點 不過天氣以外是沒有穩定 股地也有症候 白衣天氣才會比較好 所以這兩天民眾也要嚴重大火 記者綜合報導 明天就是補稅上乎一天 不知道你稅補好嗎 也有120萬戶 將近三生的朋友還沒去補稅 付稅數是天氣民眾 國西郊的加班受驚 是到明天晚上7點為止 讓我們大家可以利用望路申報 望路申報的時間 上班可以到明天晚上的11點 一天報稅了 九十八年度 綜合所有的水申報出一天 最新統計到五、二十九號為止 人工申報一百萬驚 用李維條馬申報三十萬驚 最大眾的是望路申報 差不多是290萬驚 不過目前有很多人要賣報稅 我們出戶估計呢 大概目前全國有四百二十萬戶 已經完成申報 應該還有一百二十萬戶 要在這兩天辦理申報 以前在最終日期間 各地的稅關機關 是人客人報稅為何要慢慢減少 主要是望路申報很方便 國西郊出銷了價值加班 只要有主任人的評價 就讓隨時政府幫查到所有所有的資料 今年開放可以查存保險 參加學位的考驗 雖然沒有等過 六歲人可以很輕鬆查到資料來申報 數得望路報稅的小孩數 一年比一年增加 我們預計應該還會稍微有一些成長 也許可以達到三百二十萬件 今年望路申報前 三部申報竟然說百分之五十七 今年高級繼續成長 報稅好像春兩天 望路申報沒收到價值的限制 一直到三十一號 晚上十二點為止 不過人工申報國西郊 只加班到三十一號 晚上十七點 後悠亞美申報六歲人 趕快來報稅 免得受罰 期待總報道